今天大盘下跌136点 严格说都是地震惹的祸 好 等一下王头来帮你解盘 今天是2022年9月19号星期一 我想在这个礼拜六啊 就是前天还有昨天礼拜天 还包含了今天礼拜一的上午 大家应该都是心惊胆跳 那我想什么事大家都清楚了 就是因为发生了大地震 我们现在回想一件事情 这是历史 我必须要把历史的过程讲给各位听 大家回想一下民国88年 就是1999年 那天9月21号的晚上 全台湾风平浪静 但是突然之间在台中那一带的积极 发生了大地震 时间点好像十点多的样子 我记不得几点了 十点多的样子 然后呢开始造成我们全台湾都有损伤 那台北市那时候还更惨 还动大楼还倒下来了 就是大家所知道的东新大楼 然后再来呢你看那个台北县 那时候还叫台北县呢 不是叫新北市啊 台北县还有一个博士的家 也整栋大楼倒下 台中受损更严重 积极内带的房子倒到稀巴烂 好我们现在讲这个历史 那天礼拜几我忘掉了 但可以肯定绝对不是礼拜六礼拜天 所以大盘我们台股第二天还是要开盘 那我们开盘的时候呢 所有的涨跌幅通通改为3.5% 连续了一个礼拜 但是我们冲击的力道大概只有两天半 到了第三天就没事了 我这次讲过去的历史给各位听一下 因为那个时候王瞳就身利其境 好再讲回来 那个时候第二天交易 涨跌幅改成3.5% 结果开盘通通跌停板 只有一个族群 涨停板 水泥类股 大家还觉得很奇怪 因为以后重建会用到水泥嘛 对不对 我先把过去的往事讲给各位听到 那时候没有什么不断电系统 没有这些东西了 通通没有了也没什么风力发电了 不要想那么多了 民国88年那个时候还是李登辉执政 所以我现在把历史讲给各位听 那同样的今天我们台股发生的这个事情 礼拜六晚上9点多9点40几分样子 出现了大地震 那礼拜天就是昨天下午2点多又出现大地震 然后在礼拜一就是今天上午10点07分 这个我倒记得 还又出现了地震 地动山摇 人心惶惶 所以就拖累了大盘 大盘就造成今天这幅情况 我现在把整个过去的历史都讲给你听了 那你想说 就算是地震惹的祸 它到底影响几天 你现在心里面应该有谱了吧 应该都知道了吧 也因为台湾经过了921这一次的大地震的洗礼 所以我们台湾所有的建筑法规都改了 921以后 所有的建筑都必须采用新的法规 新的标准来建造 那么旧的倒就倒了 不倒的就不会倒了 所以也就不用去强调它了 所以台湾就经过这么大一次的波动 这一次呢 算是小事啊 还没有下那么大严重呢 假如以后有机会啊 我再讲一下921的经历的过程给各位听 因为921发生了地震以后的 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 我都去过现场看过 我再把到时候看过的现场讲给各位听 好了 我们现在开始来看一下这个一个新闻 来看清楚啊 还没还没报道 三星Q2营收扩大 赢过Intel 看到了啊 三星说的 这他说的啊 会不会赢过他我不知道啊 但是呢 他说Q3将输给台积电 哎 你不是台这个三星很厉害吗 三星很棒吗 三星呱呱叫吗 好棒哦 这流程了呢 Q3要输给台积电了啊 所以呢 内涵部分呢 都已经不用去看了 因为这个都是讲真的 把谎言都戳破了 那么这次9月19号 1点55分 王同告诉你 台积电稳聚半导体销售额冠军 台股供应链应该乐观面对 像今天台积电还一个利多 这个利多大家早上都知道了 NVIDIA极单到手 大家觉得很奇怪 极单到手呢 为什么台积电今天没有涨 因为黑手要压盘 现在清楚了没 王同常讲 股价的震荡 与基本面无关的 但是股价的最终 是与基本面有关的 所以你说 为什么这个利多他不反应 他明天就反应了 你不要急躁 王同这样的讲 够不够清楚明白 你也找不到一个人 像王同一样解盘的 好了 我们现在开始看一下 王同今天的盘讯 9月19号 9月19号 9点15分 大盘上上5点开出 今天盘是平盘开出后 还会先回射14520点 我认为会回射14520点 结果他今天还测得更多 测到了14424 看到没有 还测到14424 然后会慢慢拉升 今天是盘监盘 会收红 盘面阻流不变 避开航运股 我讲得很清楚 结果10点07分 发生了地震 你看一下 你看到 这是9点 拉到10点 本来这时候很好 从这时候开始 又是一刀杀下来 这是没有办法的 这种天灾 这不是我可以预判的 也不是我可以研判出来的 根本无党嘛 对不对 没解 那今天有人会问 或不会明后天 还是有大地震出发 出现 我在这里必须要告诉各位 大地震就一次 就是所谓的主震 但是主震完了以后 后面有很多余震 倒是真的 但是余震的伤害程度 绝对比主震小很多 现在大家都清楚了 所以不要那么担心 我们的气象局 气象预测中心 已经讲了嘛 昨天已经出来的主震了 所以再来所有的余震 都会比主震小 大家心里面 可以把石头 轻轻松松的放下来一下 但是呢 要小心还是正确的 好了 我们开始看啊 今天9月49号 礼拜一 礼拜一 今天的盘都是地震的 都祸了 都是地震的都祸了 来来看 今天大盘 好呦 这样的情形 跌了136点 我说今天盘有个特性啊 强弱分明啊 强弱分明什么强什么弱 你自己看盘面都知道吗 最弱的是 最弱的就是航运族群嘛 你自己看看2603 哎呦 2603今天减资啊 他这个减资的现金减资是利多 减资完以后打跌停 看到没有 第一天打跌停 看到了没 代表什么 代表后世航运族群有问题了 你们还看不懂啊 还要去玩航运族群啊 你尽量去玩吧 我知道市场上很多老师都带你们去抢航运族群 去抢吧 我在上礼拜四都告诉你 航运族群不要碰了 不要碰了 看到了啊 再看2609 你看看 跌幅超过半个停板 很重啊 2615 看看 也是一样 跌幅超过半个停板 快要跌停了 看到没有 所以这个族群你都不要碰了 都不要碰了 你不要讲说什么 汇阳呢 什么那些啊 获利很好 2636 台华呢 还有2637 汇阳呢 获利很好 获利很好是过去 以后获利肯定不好 够不够清楚明白 够了 好了 再来你可以看 今天跟你讲 强路分明就在这里 再来就一个 出现窒息量 你看到这个量了没有 也许你这里看不清楚 没关系 我们从电脑上看 你看看 这个量 1594亿 你这里看看量 是不是在这里面的量 最少的 连这一天 我调过来了啊 这一天 看清楚啊 好 这一天量多还有1733亿 这一天啊 那结果你看看 这个量 今天的量 1594亿 所以简单讲 这个盘 明天就算是再下探 破今天低点 就会立刻上去了 够不够 明天会不会破 很简单 你就看明天开盘 我认为明天开盘 开个平高盘 就再慢慢慢慢上去 就好了 就好了 不要跳很高开 跳很高开 又要被一刀打下来 所以这就是明天开盘的情况 我想啊 全台湾像王瞳这样帮你解盘的 你应该找不到第二个了 是不是 所以今天盘 已经告诉你了 好 再来K一下 盘很不好 很奇怪 我们今天还发了一个红包 看看啊 恭贺各位 9月19号12点09分 2027大成钢 市价出在39.3元 我们买在37.5元 这是一个小红包了 打打牙器 这是今年第60个红包 哎呀 小红包还是红包 对不对 所以王瞳今天告诉你了嘛 有本事 实战拿出来给大家验证 我想王瞳这样的要求不过分吧 然后很多人不是都告诉你吗 哎呀 涨停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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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涨停板之后呢 第二天呢 没有啦 对不对 所以你今天看到 我旁边写的测标 你去看 主机板全创高 我给你看一下主机板 2376 你看看技嘉 有没有上去 你看看2377 微星 有没有上去 你在看3515 华旗 有没有上去 看到没有 哦 都看到了 好 都看到了 再来呢 你要注意一个事情 就是莫斯菲 莫斯菲 你看8261 副顶 哎呀 副顶的收盘112 副顶今天收盘 居然他当了莫斯菲的龙头 本来是谁当 5299杰利 结果杰利今天就109 861 副顶 收盘112 那你应该买谁 哎 我奉劝你去买杰利 因为杰利的业绩还是很棒的 还是很棒的 现在变成副顶在带动整个族群要往上动了 好了 今天帮你讲的就到这边了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各位 岸边看海 波涛汹涌 高空看海 可见今来 古海茫茫 唯一明灯 王者至尊 王彤老师 善于解读主力筹码 顺势而为 看盘功力 深准惊人 个股操作犀利 洞悉产业兴衰 波段 断线 无往不利 唯有王彤带您走向财富的康庄大道 速播至尊专线 02-6630-3221 6630-3221 华冠投顾111 尽管投顾新字第015号 华冠投顾首推荐分析之个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华冠投顾111 尽管投顾新字第015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